記得打開YouTube CC 字幕 以獲得最佳觀影體驗 今集的路線非常有挑戰性 小弟要做小偉人捐山洞 又要落手爬斜坡 最後又要躺平落山 否則很容易玩山梯沙滑梯 我們今次勇闖的是 岩蛇尖不脊 大家好,我是白兵衛 歡迎回到香港行山節目 山區二通 上集趁著芒草季節帶大家逛了鳳凰山 拍了個很美的夕陽景色給大家看 錯過了的觀眾記得按右上角資訊欄去看 今集是第三次勇闖岩蛇尖 我們會由不脊上去 又是再次遇上低溫和狂風 認真無陰功 路線難度四顆星 總長度14.4公里 總攀升高度994米 連買拍攝小弟總共用了6小時左右 而交通方面我們由西貢市中心坐94巴士 去到黃石碼頭轉乘船去高樓灣 在這裡提醒大家一次 船期一至兩小時才有一班 大家記住夾好時間坐巴士進去 而會程我們就會在北潭坡 坐94巴士出發去西貢市中心 大家好我是白兵衛 現在我身後就是黃石碼頭 今天除了小弟之外 我請了兩位師兄師大和師姐 跟我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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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歡樂的一個partner 我們今天就會上去岩蛇尖 我請他們兩位幫我們做一個開關儀式 我們就乘船上去今天這個 有少少驚險的岩蛇尖筆席 好 開關 好 話不多說 Let's go Let's go 好 跌下去就可以了 好 跌了東西了 那我們就沒事沒說 山神秘佑 Let's go 來 紫千師姐 你別猶豫 我有乾坤 很痛啊 我們太累了 吃了一陣西北風 我們終於等到10點35分 開往塔門那間船 由黃石碼頭去高樓灣 大概需要15分鐘左右 趁著這段時間好好認識一下 新的夥伴皮蟲小隊他們 Colabanku mi wa gola no sponsor de okurishimasu 沒錯 一個sponsor都還沒有 希望大家可以看完這段片 給個like 訂閱小弟 或者喜歡的share給你的山友看 多謝大家 麻煩你們 話更快我們就到了高樓灣 在船上跟兩位新伙伴聊了一陣子 發覺他們對唱歌和爬蟲類都很有研究 難怪他們叫皮蟲小隊 而今次是第一次跟其他山系Youtuber一起走 三個人每人一次自拍棍 好像西遊記隨西記一樣 只不過今次我們就去北京 由碼頭走前幾步 再向左邊走就會見到一個公共洗手間 大家可以先去 而在右邊的斜路 就是今天路線的開始 首先我們會經過一堆村屋 所以大家記住要收低音量 沿著石屎路走到村屋尾 就會見到今天的目的地 岩蛇尖 就在那裡 之後我們再走多五分鐘左右 就會見到這個亭 在亭的前面向左邊走 就會見到有個草地 那裡開始我們就要走山路 我看到前面有絲帶 就是那裡 昨天其實也有下雨 昨天也有嗎 有啊 下了一會兒 我們要小心一點 我最討厭這些路 說真的 泥漿出角路 為何討厭這些路 搞得鞋子很骯髒 哦 爛漿出角路 對 不好意思 其實有點像女婆山那邊 女婆山 對 懸釀石那裡 都像一點 好 來到這裡叫做崖灣坑 有幾個分枝 我們沿著扶手那裡 旁邊有一條絲帶 我們沿著這邊繼續走 哇 火車捐山洞 哇 火車捐山洞 哇 小心啊 小心啊 幸好 這裡就見到我們一會兒的目的地了 是這裡 都還有一段距離 我們 好快的 一去到沙灘就吃了 是啊 看到沙灘了 那隻 都OK 一會兒 現在風又弱了一些 可以看看能否應不應到航帕 對 對 我給你們一些照片 我們快到了岩蛇灣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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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不久了 我們走了八個字而已 大家看到剛才開圓的位置 就代表由高樓灣 去到岩蛇灣的一半路程 之後的路段 我們會繼續沿著管道走 路況更加窄 開始有點崎嶇了 間中都有一些大石要纏上去 對於身高不是很高的女士 例如紫千 可能會有少少挑戰性和難度 經過管道的時候 小弟都要做小雅人 慢慢捐過去 而再一次去到開陽位置 看到岩蛇尖的話 就代表快到了岩蛇灣 這段路沒有估到那麼長 比我們遇上花的時間更多 臨落海灣在石屎路的左邊 會看到有一條絲帶 我們就轉進去 這裡開始有少少斜和急 大家小心點下去 不要玩山蹄滑梯 未看到 還有一段距離 又來火車捐山 有三洞 等隊友先 小心 小心 有兩條路 左還是右 不是 不是 有 有 絲帶 應該在這邊 左邊 左邊 好 我們每個都是 你有沙珍我就輸不空 不是 我是豬八怪 後面輸不空 待會讓他聽到 不行 這些 你會死的 我說就行 你說就一定死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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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那條嗎 不是那邊那條 那邊呢 那邊呢 那邊也有一條 那邊嗎 哪條 那邊也有 那邊也有 那邊有絲帶 右邊有絲帶 其實應該是 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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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那這邊 可以看到嗎 我想再下 想再下 我們冷靜一點 我先看一看 喂 這邊啊 Let's go 好 我們這邊有絲帶 照著它 轉右走前一點 就看到沙灘了 唉 哇 去岩蛇灣這段路 比我想像這麼長 我也沒想過 對 對 我們走了一個小時 這麼久 對 走了一個小時 對 走到直線 不過它又上又下 又窄過西碎的路 真的 好 又看到絲帶 我們向左走 對 終於都聽到大的可浪聲了 聽海的聲音 天 不行 我不可以你們唱歌的人 面前唱歌 不如你們唱 不要獻醜 我們走完那邊 直接跛去石灘 再去沙灘那邊 哇 掛了很濃 下到來都還未完 我們需要捆邊才能過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大意 跌下海 可能這樣就一輩子了 這裡才是我們正式開始 待會 最辛苦是 應該一開始那段路 然後中間平一點 到最後那段路又辛苦一點 那裡應該大概有 70度60度左右 對 來到這裡才開始今天真正的挑戰 用航拍的角度講解一次接拍下來的路況 由筆席上去的話 總共分三段攀升 第一段比較斜 特別是一開始已經很斜 慢慢會有些平圖位給大家休息 第二段就平緩很多 難度比較簡單 而第三段就是最斜最多重林 大部分的路段高低差都比較大 需要下手去攀爬 不過爬的時候 大家只要壓低重心 問題都不大 講解完 我們三司徒繼續踏上不由機取北京之路 在海灣的對面就會有條絲帶 那裡就是我們今天上山的入口 一開始這段都挺像泰燈 已經超級斜 一來已經 對 這裡再斜一點 一開始這裡有點像泰燈 對 對 又是頭段比較斜一點 然後之後就好很多 哇 又是一些 刺死人的地方 親親大自然的路段 好遠哦 超斜的 哇 這樣很快就上去而已 對 已經 目標在這裡 換了一種龍條應該 多久 上一段 休息一會 看著目標走好很多 稍後去到這一段才是最斜 那裡真的有點難度 但聽師兄說也不算很難 很棒 還可以戴劫雲行的雲頭 可以戴劫其他雲頭 把水都拿出來 你的頭髮很棒 你的帽子真的很棒 在後面看,你不要拿過來 我要拍你的帽子 這帽子真的很棒 有一個平台位 嗨 好棒 上了一半 是嗎?這麼快嗎? 好棒 應該還沒有 一半的三分之一 上到這個平台位 360度給大家看看今天的海景 好藍色 這裡就是岩蛇灣 那這裡就有個平台位 讓我們休息一休息 你這個造型真的很棒 終於有人肯跟我們瘋 做這些事情 對嗎? 好棒 剛才那段都很悶 終於這一段 看著那個景 好看一點 對 對 看著那個景 有些感覺 在腳後 小心 現在我們在海拔250米 差100米攀升 最後那段我們才會用手 剛才跟皮蟲師兄說過 大家過來的時候 尤其是冬天 千萬不要穿棉質衣 因為棉質衣 吸水 你一出汗之後 很久才能乾 當你脫了一些面衣 你會覺得更加冷 所以最好就是穿一些 比較排汗的衣服 洋蔥式穿法 就算在香港這些 不算整天都很冷的日子 都應該要這樣穿 去到山腰位置 反而更加大風 在這裡 開始有吹到我的頭去到一邊 是嗎? 我最適合的 我一定要趕去打卡 終於有些自同圖合 可以跟我一起做這些事情 是否山頂 這個當然不是 山椒而已 那是山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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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是山頂 哇 風繼續吹 一路機 你是不是要假裝沙珍 對 沙珍 對 我們有個沙珍 沙珍的腳踏 是嗎 我們說打車綁熱衣 他都是沙珍 哈哈 OK 這個 有啊 我們之前拍電也有拍過 是 你沙珍綁山給別人看 應該是這裡吧 是 嘩 這一格 有些材料到 嘩 我也想要摸一摸頭 很想 但是頭會扁 所以我拍攝 是 對 因為出房子也不扁 好 這裡要用少少手 開始 沒事 OK 沒事沒事 又 再近一些目標 我們 皮蟲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楊國咬 香港四大獨草 香港四大獨草 如果想去見上帝 就拍這顆東西 入了血便會中毒 是嗎 立即看到佛祖那些 你普通觸摸一下它 其實是沒事的 但是你拿到它的汁 又入了你 就會中毒 正常這裡應該住了一塊 是的 如果真的是它的話 好像是中樞神經中毒 會呼吸不到 會敬戀 那些 是嗎 看到這裡 生了少少小毛 就是 綠色就是佛祖的 如果它爆了那些毛 你摸了那些毛 嗯 我只知道它的汁有分心 好 總之一碰這汁液就 我都不太認得了 再見 我只認得兩三本 是嗎 哎呀我肚子 好 好 好 現在就崎嶇過 剛才一開始那段路 開始變回一些石路 但其實還好 沒有那麼滑腳 是的 這裡崎嶇很多 有些看頭 我都不覺得 可以嗎 你行不行嗎 你還可以吧 嘩 我的頭真的很漂亮 小心 不行 小心 小心 嘩這裡真是堅車 有料度 開始 又有這些地毯 又有青苔 這些地毯青苔 這個很大級 深入其中 你看皮蟲也上得這麼辛苦 我都快需要用POE模式 兩隻手一起啟動 我看目測已經50度左右 小心點 什麼 我都很害怕 對 小心 你有沒有手套 戴手套 可以了 好 我有POE模式 先上一段 滑到 小心 好 兩隻手都不行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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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要用多點手 好 為何你可以單手 為何我這麼窄 你這個姿勢很好 剛才 到你 輕鬆 輕鬆 兩步 對 但不算好 OK 有手套 就沒什麼 這一段路 就可以開啟單手模式 對 很光彈 你那個雙手模式 對 對 不是雙手模式 是沒有雙手模式 對 對 但你身頭 好 嘩 有點辛苦 所以先戴手套 好 免得有什麼 不小心 對 這樣 戴上我的手套 我身後面其實挺漂亮的 月上 終於都知道大概自己是什麼位置 剛才那裡全部都是叢林 又來了一段 小心點 有隊友 真是好 可以幫我開機 平時自己一個 頭這麼大 現在可以走出雙手 走下 小心點 好 繼續我們 謝謝 謝謝 不用我先走 不用 你先走 我可以拍你屁股 是嗎 好 你這麼喜歡拍我這個 香港美團 是嗎 我讓你拍一拍 好 在這裡小心 好 這一段是今天最難的一段 真的 還有再加大風 很瘋 你看旁邊的樹葉 吹到 厲害 現在這個視角衝擊 大家應該都挺厲害 我用了超廣角去拍 喂 到了 到了嗎 到了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頭 吹到 又變超級殺人 今天不用想在這裡放寒拍 太大風了 沒猜到最尾那段是這麼短 幾分鐘都不用 就已經上到 岩蛇尖山頂了 等兩位同伴上來 我們不由紀三司徒 終於取北京成功 再次登上海拔 463米的岩蛇尖 這麼開心 當然要用華麗步伐 去慶祝一下 之後我們在山頂 欣賞一下四彎的美景 吃一點東西 就要光速下山了 因為山頂非常當風 而當日只有10度左右 風寒效應 令到我們 就算穿夠衣服 都覺得很冷 我的手都吹到冰 最後拍一張冷到震的打卡照 就快點走人 哇 這裡真的很冷 我們都不熱九流 我們快點下山 吹病了 對 我自己覺得下山更有挑戰性 真的 對 我沒猜到那段是這麼短 對 都說不難 對 今天的驚險程度比我想像中低 沒錯 我還以為有一段要用很多手腳 要鑽上去像石河一樣 但不是 都有難度 有的 最尾的10米 可以挑戰到的難度 對 我們剛才聽到人聲 我們還要這樣 我們還要這樣 我們一會遇到人以外 我們全部都是非法入境者 對 嘩 這一段有尿道 這一段要坐一坐低才能走 不要緊 這一段要坐一坐低 對 要不然是PK 對 如果有岩射尖下來 大家要學會躺平地下 要躺平地下 要躺平地下 就最安全 對 對 隊長 這裡要好小心 集中精神 少說話 一不留神 就趴落地下 這裡已經好閒一點 對 已經好很多 好過剛才那段好多 好過剛才那段好多 好過50% 我們回頭看 剛才最辛苦的就是這裡這一段 如果大家有藍隻上去 就認住這裡 小心點 這棵樹可以告訴大家 風速有多厲害 搖到真的 嘩 說完還吹得厲害 哇 這裡就是岩射尖 唯一的 這個 鼠陰 大家如果 夏天過來 想避一避鼠 就這個位 然後其餘那些 都沒有了 大家就 記住夏天的 就小心點 YES 那現在這裡又開陽一點 我們又有很多風吹過來了 又非常的冷 那我們最後這個平台位 可以看到那三個彎 再下一點 我們就見不到 那個觀景有差一點 這裡這段 就是第二段 最線的路段 全部都是浮沙碎石 還有今天這麼冷 我們電子儀器的電池 好像用得很快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我們只拍了三個小時左右 已經要換了兩顆電 還有我的無線收音咪 都要不斷充電 是因為太大風 也有可能 也不知道 很容易 扯走了一些熱量 之前帶大家走一尖一彎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選擇了走左手邊 下去大浪彎 而今次我們就會向右手邊走 沿著藍隻 下去岩射爐 整體的辛苦程度 就沒有一尖一彎那麼高 而在尾椅那段 就會比較斜一點 需要坐著下去 話更快 如畫面所示 我們就去到尾椅那段斜坡 你看到紫遷都需要坐下下去 大家未看一尖一彎的話 記住看回 因為小弟那段片 很清楚講解 由藍隻上去岩射尖 有幾多段斜坡 哪一段最斜的 過完這段 去到那裡就沒什麼了 小心… 對不起… 反而我們這裡下山就沒什麼說 要很專心 很專心 很專心 很安靜 我們現在 剛剛上山也有說有笑 現在我們這裡很靜 只聽到很厲害的風聲 對 我們都要分隔遠一點 免得一會兒有什麼 踢到碎石 撞到大家 Yeah 踢住了嗎? 踢住了 要不要幫你 沒有啦 這壇事要尺腳 尺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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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尺腳 對 身處的位置 尖頭爬 好 我們現在在尖頭爬 快到了 應該就是前面那個 對 想起剛才我們假裝冷的照片 又是大東山的一個新聞 那時候有幾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上山 誰知道太大風了 遇上低溫症 三個青年要互相擁抱取暖 真的 一四年的新聞 還要把新聞那張圖片 流傳到現在 對 很慘 他們三個落山被人拍了照 對 對 很慘 很慘 他們以為直升機 有沒有想過 原來要走下來 要自己走 怎麼想到下面還有記者 可能隔直升機去到 然後說不好意思 我要收錢 那我自己走下去 有機會 對 對 開始 去到這個平台位 就差不多 過了今天最辛苦的位置 我們一定要回頭看一看 看看這個這麼宏偉的 岩蛇尖 我們剛才在後面這個 岩蛇灣那裡上來 然後我們最後一段 很斜的浮沙碎石路 都短 對 最後一段 過到那裡就是 我們看到的危險牌 那邊就是危險牌 走到最後一段斜坡 今天最難的路段都完成了 然後我們會經過叢林 看看最後一眼 岩蛇尖 我們就會落到危險警示牌 平時大家由藍隻上岩蛇尖 就從這裡開始 來到這裡 我們就 蒙了的牌 被人揉走了 但只要跟你說 安全著想請物前進 請前進 現在是 哈哈哈哈 真是幽默 好 我們繼續 這裡不用打卡 沒有 通常人們就這樣打卡 然後他們就走了 是嗎 說笑而已 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不知道 一過了剛才那塊牌 就輕鬆很多了 一會兒 接回去 走去赤徑那邊 那條路 全部都是石屎路 那我們一會兒 出去外面再見大家 今天最精彩 最驚險的路段都走光了 遇下下來我們需要由 岩蛇鞋 走出去赤徑 或者北潭鞋 這一段路非常之滿 全程都是石屎路 重點是要走幾公里才能出去 我們就看看 趕不趕得切 走去赤徑 踏洗頭請 回到黃石碼頭 踏巴士走癮 所以又要唱著這首極速傳說的跑出去 頭腰右尾擺 飄移境界 不想變大紙箱作大比較壞 說這麼快 我們就走到赤徑 不過很可惜 我們只可以目送這架洗頭艇走癮 真的原地跪下哭出來 等下 那架 爛那架有沒有用 等下 沒有了 一虛不反 唉 哭出來 那沒有了 我們原本打算坐船 那架船已經走了 那我們就沒辦法 繼續走出去 剛剛走 只差一點點 即可以出去吃麵 對 那架船還沒坐滿人 對 等多一陣子都不等 好 我們出回來北潭歐了 一會兒就在前面坐巴士 我們先去廁所 好耶 出發去廁所 好耶 出發去廁所 好耶 有些辛苦 而且由藍隻下來 是比較崎嶇 你覺得呢 是啊 我覺得不脆上去 最後那一段 是有一點點難度 不過 很短 對 很短 我覺得 是否極困難 就好像又不給自己 如果五星來講 你們會給多少星 三 因為它下來 是要一些技巧 三 四 四 我自己會給四 因為是危險的 如果你滾下來 最主要不要一個人過來 對 有些partner過來 其實是很安全的一段路 今天很多謝他們兩位 陪我上去岩蛇尖北陣 你陪我們走 我們下次約定 一尖三咀過死灣 就是我們這個陣容 再走多次岩蛇尖 下次再見大家 好耶 我們出去吃東西 拜拜 感激了 下一集 山區兒童 小弟會帶同燕內桌 和湯圓 帶大家到烏膠藤 走陸頸和谷布 這條路線非常適合一家大小軟竹 期待的 記得訂閱小弟 做齊CLS 我會非常感謝大家 我是白兵衛 下次山上再見 再見